近日,意大利延续了十余年的政治危机,有望得到解决,但解决的方向令人无语。 民调显示,在下个月即将举行的大选中,意大利右翼三党联盟,极有可能夺取超过三分之二的一席,实现对宪法的修改权力。 而以意大利民主党为核心的中左翼阵营,已经对局势完全失去了控制,由于这群左派政党只热衷于吸引中产阶级的选票,忽略了工人阶级的支持,他们的失败恐怕难以避免。 美国民主党则正沉浸在支援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高潮中,看到意大利出了这种事,纷纷大惊失色,你跟意大利怎么搞到董王那一路上去了呀? 但这事,美国民主党压根是怪不了别人的,因为从根上说,这就是他们民主党的老总统,杜鲁门的责任。 话得从莫索里尼说起,在1919年,意大利国会选举中,这个吸引左派的支持分化左翼阵营,莫索里尼公开声称自己是意大利的恋营,但毕竟他当时已经判出意大利社会党成为了法西斯运动的中心,这种扯到不能再扯的谎言,无法欺骗工人。 莫索里尼遭遇了巨大的选举失败,莫索里尼立刻认为,完了,我还是移民走吧,不在这意大利待了。 但历史就是这样,你做到了一定份上,论不论已经不是你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了。 由于异传之后,意大利经济凋敝,国家陷入了严重的政治混乱,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胜利则极大刺激了意大利社会党的革命热情。 在素额的支持下,社会党的势力也得到了增强,对于革命极其恐惧的意大利地主、大资本家梵蒂冈教廷,则恍恍不可终日。 法西斯的出现让这些人看到了希望,地主团练,高级军官,教士迅速团结在了莫索里尼周围。 一时间,法西斯地方武装,如雨后的狗尿塔一般,在意大利出现,与社会党的革命武装进入全面对峙状态。 与其说莫索里尼建立了法西斯的武装,不如说这些拿枪的反动派选择了他。 所以当莫索里尼输掉选举,想认出国的时候,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1921年的选举中,莫索里尼加入了乔瓦尼·乔利蒂的选举联盟,这是一个由自由派、保守派、法西斯主义者组成的大帐篷, 统一在一起的唯一原因就是反社会党的革命。 在这个大帐篷里,莫索里尼是怎么都不舒服,毕竟大家完全说不到一起去。 于是几个礼拜之后,莫索里尼退出了联盟,并且与社会党签署了和平条约, 禁止法西斯民兵组织,袭击罢工工人和支持社会党的村镇。 莫索里尼又把那套《我是意大利的列宁》的话术拿出来宣扬了一番, 表示自己很难站到绝对反族的立场上。 但就像莫索里尼无法在1919年认出国一样,如今他签下的和平条约对他的大部分追随者来说, 根本就是一张废纸。 在法西斯运动内部,对莫索里尼的攻击分止他来。 在布洛尼亚市,当地的法西斯政党贴出海报, 怒斥莫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的叛徒。 在农村地区,莫索里尼直接就被骂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间谍。 在1921年11月的法西斯大会上,莫索里尼正式投降, 放弃了联合国左翼的主张,彻底倒向了拿枪的反动派。 1922年,法西斯发动了向罗马进军的武装游行, 一路之上,恐惧革命的地主、教士、军阀, 让军警对法西斯大开绿灯,莫索里尼视如破竹。 最终,见识到法西斯力量的国王授权莫索里尼族格,夺权行动正式成功, 意大利从此进入了法西斯专政的时代。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莫索里尼夺权路上的所有策略, 不但没有被劈倒劈臭,而被后世的意大利统治者继承, 这些不肖子孙想要对付的人也一样是左派。 1943年,盟军登陆意大利,莫索里尼的政权崩溃, 战后,整个意大利半岛一片凋零,意大利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而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得到锻炼而成长起来的异共产党员超过了200万之众, 曾参与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也达到了50万。 共产党人的选举力量达到总选民的大约三分之一。 随着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 一国内普遍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罢工,政治暴力,成群结队的前游击队员起义, 和大规模游行示威接连不断。 意大利政坛像极了一战之后,摸索里尼上台前的局面。 不过如今,共产党的实力比当年的社会党更雄厚, 说一句意大利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不算过分, 地主、老板、教师们已和当年一样, 不顾什么自由派还是保守派, 迅速团结在了一起,反对共产党。 然而,光是他们还不够,1946年底的地方选举中, 反共联盟遭遇大败,共产党和社会党夺取了大部分地方政权。 当反动党无法以合法选举压制革命后, 他们和当年的摸索里尼一样,祭出了非法手段。 又一名兵组织死灰复燃,各种摸索里尼的残部, 成立了一些新法西斯组织。 因为反共的共同需要, 这些新法西斯也都得到了天主教、民主党的支援。 但就像上面所说,如今的义共不是当年的社会党, 几十万老游击队员整个淡带, 又一名兵和新法西斯分子被打得屁滚尿流, 抱头鼠窜,眼见闻得捂得都不行。 全意大利的反共势力, 弹了闲子,只好到西天去请境外势力如来佛祖, 美国大哥救命了。 其实美国大哥一直对意大利局势, 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就是意大利不去请他们,他们也快忍不住了。 1946年11月21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意大利事务的官员沃尔特道林, 在一份颇有影响的备忘录中提醒国务院, 注意意大利日益严重的不稳定形势, 也催促美国政府放弃对意大利内政的不干预态度, 防止意大利吃话并倒下苏联。 1947年初,刚刚上任不久的国务卿乔治·马歇尔也警告说, 要是美国不支持欧洲,欧洲走向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美帝统治者磨刀祸祸祸,杀尽了意大利。 为了给加斯贝利站台, 美国在1947年初邀请了这位意大利总理访美, 加斯贝利可谓不虚此行,他得到了几笔美国新的赠款。 虽然数额不大,但对意大利政府来说, 却是雪中送炭,分外珍贵。 美国还向加斯贝利并且提供支持, 帮助他将联合政府内的共产党和社会党部长清除了出去。 1947年5月1日,马歇尔国务卿告诉美驻罗马大士德恩, 说他对意大利形势十分关注, 并询问加斯贝利能否组建一个没有左派政党的政府。 马歇尔还要求邓恩对美国的经济和政治援助进行评估, 看这些援助是否会加强意大利国内的民主力量和亲美势力。 在5月3日的回电中,邓恩重申, 意大利共产党继续留在政府内, 是以政府陷入僵局和不稳定的根源。 两天后,邓恩将马歇尔的疑问传达给加斯贝利, 并十分得底地呼吁异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对付意大利的经济问题。 马歇尔的话已经表明, 要想得到美国对他的政府的权力支持, 加斯贝利就要把左派赶出联合政府。 这样,加斯贝利和美国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互相利用。 加斯贝利将以共产党赶出政府为筹码, 要求美国提供援助。 美国则立即发表公开声明,支持意大利新政府, 并试图说服英国和法国,也发表类似声明。 两国间的商业贸易协定很快签订, 美国还以低价将过剩军事装备出售给意大利内务安全部队, 这一切都进一步证明, 美国与加斯贝利政府在国际国内目标上已达成共识, 不可逆转地走到一起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加斯贝利的胆子便大了起来。 1947年5月12日,周围义总理突然宣布辞职。 5月31日,他组成了天主教民主党一党政府, 意大利政治急速向右转。 非常可笑的一幕随即出现, 口口声声要援助意大利民主势力的美国发现, 加斯贝利的新政府失去了不少支持者, 只剩下一群莫索里尼·余涅组成的新法西斯势力, 还坚定支持民主政府。 但即便如此,美国还是热情洋溢地背书了这个新政府, 美国看到了莫索里尼夺权之前, 那些假装亲近左翼的表态, 他们敦促意大利政府学习莫老前辈, 将温和的左派吸纳进政府之中。 于是在美国的支持下, 加斯贝利政府将社会民主党与共和党吸收了进来。 而在最重要的意大利政权问题上, 美国搞出了很不光彩的干预行动, 用尽各种手段, 绑组加斯贝利1948年4月18日的大选,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在历史上首次成立了以国家安全委员会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机制, 出台了NSC一号系列文件, 确立了对意大利政治的干预策略和手段。 在这一文件的指导下, 美国先是利用其经济援助, 对意大利民众进行强烈的心理影响, 让全民意识到, 只要政府亲美, 我们就能源源不断的得到美国的援助, 重建工作就会得到支持, 就会有新的工作岗位。 而一旦我们选出了一个反美的左派政府, 所有的经济援助都会消失, 国家还有可能陷入战乱。 战后的意大利资源匮乏, 人口过剩, 生长力低下, 意大利人每天的食物配给量, 是欧洲最低水平。 对于刚刚经历了战火系列的意大利民众来说, 美国的援助拥有极强的吸引力。 1948年1月3日, 美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临时援助协定, 按照这项协定, 意大利实际上将获得200万吨煤, 564吨谷物和面粉, 72000吨油脂和石油, 2000吨奶制品, 18000吨豆类和价值64.9万美元的医疗用品等。 在1948年的头三个月里, 美国通过这项临时援助计划, 向意大利送去了大量小麦和煤。 与此同时, 美国还向意大利归还了德军从意大利掠走的黄金。 毋庸置疑, 对大多数普通的意大利民众来说, 美国的经济援助对其生存是极为重要的, 美国的形象是友好且慷慨的。 因此, 在1948年一大选中, 对美国友好援助印象深刻的大部分选民, 比较容易接受美国的态度。 可笑的是, 为了表现美国对意大利的援助, 注意大使登恩每天都站在码头上, 和运送美国援助品的船只亲近合影, 他也真不嫌累。 除了潜移默化的心理战, 美国还发动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 在意大利大选期间, 美国新闻署是一个重要的宣传机构, 它不仅给有关美国对意援助的宣传册和传单, 提供情报, 还将有关美国劳工福利问题的纪录片, 分派到意大利比较贫困的城市放映。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的《友谊列车》计划, 被华纳兄弟公司制成纪录片, 再宣传美意友谊的好莱坞电影短片, 感谢美国放映释迦波。 此外,美国新闻署也与梵蒂冈合作, 联手进行反对共产党的宣传。 1948年3月10日, 教皇庇护十二世, 向意大利天主教教徒强调, 4月18日大选的极端重要性, 要求他们在精神上一定只投票给, 能够保证保护上帝和灵魂权力的候选人。 要说这天主在人间的代言人, 梵蒂冈教廷也真是会活。 莫索里尼来了,捧莫索里尼, 美国人来了就捧美国人, 将反动路线进行到底, 实在是令人钦佩。 更觉得是, 美国政府还大规模发动意大利裔美国人, 给老家的亲友写信, 宣传美国对加斯贝利的支持, 希望他们给天主教民主党投票, 史称书信运动。 为了掩人耳目, 美国移民局前领导人尤谷卡洛斯声称, 这场运动纯属自发性质, 没有政府的赞助。 但随后, 他却劝说华盛顿人发送电报, 或为这个组织捐款, 使意大利人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虚伪承诺。 总之, 为了阻止一共, 在1948年意大利大选中获胜, 美国政府可谓不惜血本, 费尽心机, 从经济援助到隐蔽行动, 乃至发动意大利人大规模写信的书信运动。 一时间, 意大利政治被搅得乌烟瘴气, 最终, 美国, 梵蒂冈, 加斯贝利, 以及意大利所有反东势力结成的同盟, 在选举中赢得总选票的48.5%, 在议会中, 拘押倒多数, 击败了共产党与社会党组成的人民民主阵线。 然而, 美国人真的赢了吗? 保守的天主教民主党成功胜选, 但由于意大利共产党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 且和社会党保持着共同斗争的传统, 左翼阵营随时有通过选举上台执政的可能性。 为了压制强大的意大利左翼, 美国支持的意大利执政者, 保持着一个巨大的选举联盟, 同时在选举制度的改革问题中非常消极。 比如在国会选举中, 意大利在1948年后一直采取的是政党名单制, 并用最大余数法计票分配议席, 依赖配票的选举体系, 对于手握执政资源的天主教民主党来说非常有利。 尽管这种比例代表值非常粗糙, 且并不民主, 但却一直在意大利得到实行。 为了得到新法西斯主义和君主主义者等极端势力在内的大多数, 意大利又一选票。 天明党与这些极右翼组织形成了政治联盟, 让他们在战后的意大利政坛有了一席之地。 在社会领域中, 由于天明党, 天这个名字就知道, 与梵蒂冈教廷联系十分密切。 天主教会的超然地位, 存在于整个意大利社会文化和风俗习惯中, 并且通过对意大利人思想和精神信念的影响, 渗透到了政治层面。 宗教保守的价值观体系, 则为极右翼提供了思想上的稳固阵地。 任何时刻, 只要祭出上帝大旗, 极右翼就不愁没有选民。 冷战结束后, 由于共产党上台这一威胁的消失, 大帐篷天明党也随之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其中的民粹右翼各立模糊, 并且迅速崛起, 终于造成了今天的混乱状况。 你美国民主党想要的意大利, 哪里是民主的意大利? 不过是要亲美的意大利罢了, 如今修来一个极右翼民粹统治的意大利, 你反而嫌弃它不民主了? 这不是圆木求鱼吗? 接下来我们刚刚上。 直接按 apostle。